我沒有抽菸啦 我有抽菸我就跟你講我戒菸失敗 我就抽就好了 我就沒有抽菸了 現在都不抽了 再抽就死了啦 你們為什麼你們自己戒不掉 然後你們就會一直懷疑人家戒菸這樣子 你們真的太弱了 你們戒不掉是因為 你們還沒有面臨到 生離死別 最近很多人都說 就像我身邊的員工 我跟人家講人家都覺得不可不可自信 你不抽菸真的嗎 人家會說你不抽菸了 你不抽菸還是抽少一點 我說我不抽菸 你不抽菸是 那現在抽幾根 我說我現在都沒抽菸 然後 你現在沒抽菸 不是吧 是抽少一點吧 我說我現在沒有抽菸 你再聽一次我沒有抽菸的 都一根都沒有抽 就是不抽就不抽 那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抽那麼久了 而且我菸影那麼大 我一天可以抽三包菸四包菸 沒問題 你怎麼有辦法這樣子 以前跟我開會 我的員工 我有什麼 我菸是不離手的 只有做直播的時候不抽 那你在那邊說 我想不想抽 我一定想抽啊 那我為什麼不抽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想不想吃 我想不想吃 我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我一直很想喝珍珠奶茶 因為很好喝啊 但是第一口喝下去我就後悔了 但是我有沒有喝過珍珠奶茶 欸我他媽的三四年我沒有碰過什麼叫珍珠奶茶 三四年 應該不止了吧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次喝珍珠奶茶是 自己主動去點一杯珍珠奶茶 我忘記什麼時候了 真的 那你說吃 吃什麼 吃 吃什麼 有糖果 我 我更是不知道幾年沒有吃什麼糖果 什麼什麼的 那你說 我 我做那個斷食 我做多久了 我做了一年多 時間還沒到 我絕不吃東西 時間還沒到 我絕對不會吃東西 你放心 你放心 想不想吃 想啊 想不想抽 想啊 但是要不要抽 不要抽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借了啊 那你為什麼不吃東西 因為我在控管飲食啊 你想不想吃 想啊 那你為什麼不吃 控管飲食啊 幹話 你怎麼有辦法做得到 我不是在做嗎 結果東西就問我說 你怎麼有辦法運動 你怎麼有辦法訓練 我就訓練啊 該訓練就訓練啊 不要逃避訓練啊 這就是一個人值基本上 的差異性嘛 你沒有再常常自己去自律 去自己 自己規定自己不要做什麼 做什麼 你常常沒有規定 像我們是 今年累月的時候 我今天要做臥推 我明天要做深蹲 我就是要蹲 蹲到很累 我還再多蹲幾下 再多蹲幾下 再多蹲幾組 我就是要做 我做不到 就是很弱 很遜 用這種方式 轉換 我現在就不能吃 很餓 就跟腳痠痛一樣啊 痠痛的受不了啊 很餓 一樣啊 就很餓啊 就讓他餓啊 很想抽菸 一樣換抽菸 他就很想抽菸啊 很想抽菸就讓他很想啊 他就不要抽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轉換概念而已啊 轉換概念而已 就轉換轉換轉換嘛 就直接轉過去就好啦 那好笑的是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我做不到 就像那時候 很多人有喝酒 吃甜食 就跟阿管說 啊 你有抽菸的人 你講那些 不然你講講菸嘛 你敢講嗎 欸我聽一聽也有道理啊 就在上禮拜 還是要上個禮拜 我聽一聽還覺得 嗯 那時候我有點羞愧 我有點羞愧 我覺得說不對齁 幹你娘勒 我在那邊跟你講 叫你不要喝酒 傷害自己的身體 結果我在那邊不婚 嗯 關長為什麼要戒菸 第一個是我 心臟 身體 心血管 真的不好了 有年紀了 老化了 醫生說不要抽 不要抽了 就是有不好嘛 好那我 他說戒掉 就會變好了 欸當然戒掉啊 那趁這個事嘛 然後再看你們的留言 你下次敢不敢講戒菸 人就是這樣嘛 有喝酒的人講不過你 他沒抽菸嘛 你敢不敢講個戒菸的啊 我現在就戒 真的假的 我現在就戒啊 是假的 哎呀抽啦 抽啦 戒掉 我現在就是全部都沒有 再來講啊 我抽菸我出去快點給車撞死 我只要這幾天抽一口菸就好 連人家在我旁邊抽菸 我現在開始 慢慢的啦 因為你本來有抽菸嘛 你也不能說人家就 慢慢的啦 我說你們離我遠一點 再來可能就禁菸了啦 那想抽菸怎麼辦 喝咖啡啊 喝水啊 走走跑步機啊 把自己弄累一點啊 睡覺啊 做體能啊 腦袋多思考一下 做生意啊 晚上直播講什麼啊 都看有什麼新的遊戲啊 碰一下時間就過了啊 看一下公司的經營狀況啊 對不對 想要吸嗎 拿這個在那邊 唉唷吸兩口 也是會覺得 對不對 有那個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喔 那 我身邊很多人抽菸啦 我的隨乎有的抽菸 我的助理有的抽菸 我的員工有的抽菸 我的健身房裡面的員工也是 所以 未來我會規定 那現在 我也是希望我自己借嘛 要以後就是要有誘惑嘛 你也不能 把人家說禁菸嘛 你以前你當老闆的人抽成這樣 那未來時間過久一點 我也會說 唉你們要抽菸 就是去外面抽一抽再進來 喔 是不是 謝謝 謝謝同內謝謝 好不好 所以 不用不用湊我 我的 我說不抽了我就不抽了 我說要抽了 我就 我就跟你們講我會抽 其實抽不抽也沒什麼啦 但是我說不抽了 我就不會抽啦 怎樣 好不好 抽菸的傷害不一定可膩 其實 其實 膩不膩 是你家的事啊 好不好 喔 你說不可膩 醫生說可膩 無論是可不可膩 我只知道 不可膩啊所以咧 所以繼續抽嗎 你們這些人講話都很奇怪 啊反正你就抽 反正你喝酒嘛 反正你糖尿病了嘛 不可膩嘛 明明就可膩 為什麼不可膩 你就繼續吃甜食嘛 嚇死就好啊 肝鬧要緊 我覺得你們這些講話都很奇怪 再喝酒 啊反正就肝炎了嘛 再喝嘛 再多喝一點嘛 媽的喝一下夠膩耶 對不對 再回沒幾年 你怎麼知道不可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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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做過研究報告 我記得所有的醫生都是說 煙不要再抽了 酒不要再喝了 甜的不要再吃了 是不是都是這樣苦口婆心 是不是 你喝酒喝到有問題送醫院 喝到胃發炎 胰臟發炎 喝到肝發炎 醫生都會說 醫生會說 反正 先生先生 醫生我還有救嗎 你沒救了啊 多喝一點 多喝一點啊 啊多喝一點 他會這樣講嗎 醫生會說 喝太少了啦 下次就不用送過來了 幹嘛在你家喝死掉 是不是這樣 再多喝一點啊 你糖尿病了 醫生會說 哎呀還吃不夠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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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胰島素 也不要浪費醫療資源 臭你媽的 一天喝一杯 珍珠奶茶不夠 喝十杯 臭你媽的 一天吃 十餐不夠 吃二十餐嘛 早點死嘛 臭你媽的 人走杯死 吃 我支持你 可樂可樂當水喝 他會這樣講 你肺開始 咳咳咳 去檢查 肺塌陷 館長的肺就塌陷 有塌陷的陰影在 一顆肺這樣子 我去檢查的時候 有幾個地方 有陰影 我會說陰影是什麼 肺塌陷 就代表說你抽菸 抽太久了 有塌陷有陰影 但是 他拿別人的 就是那種很嚴重 我就整個都塌陷了 所以現在你的肺呢 有幾個地方 開始有問題了 開始 比如說他有100個點點 有他媽的 7到8個點點 黑掉了 你還有90個好的點點 來幫你呼吸 幫你呼吸 打個鼻棒 打個鼻棒 所以這時候醫生會說 啊 反正你有100顆 肺炮啦 掛了7、8顆 繼續抽 繼續抽 反正不可膩嘛 再抽下去 是這種道理嗎 還是現在停了 可以了 停了 停了 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 不要抽嘛 不管你可不可膩 不要再嚴重下去嘛 那運動我們有 有習慣 我們身體一定會越來越好嘛 今天我減食 我減脂 做飲食控管 再戒菸 我的人生 我的身體一定越來越強 強不是說 喔 關上深蹲300 不是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啊 是身體的健康整度 也就是說 我那天講的道理嘛 你運動表現 跟 你身體的健康指數 它兩個都不搭高的東西 你運動表現 你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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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你肌肉大 跟你的心血管健不健康 你的肺健不健康 你的 你的這個糖 糖尿病 你的這個 血糖 糖血色素 你的身體的荷爾蒙 健不健康 它是無關的嘛 它是無關的嘛 你懂嗎 你懂嗎 所以就是 無論是可不可逆 我們還是得借嘛 無論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得日後 就是跟著 報告走 什麼叫報告走 我還是勸大家 要養成 身體檢查的習慣 血檢查的 血檢 酸酸甘油脂 HDL LDL 酸酸甘油脂 湯血色素 腎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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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然後兩年去做一次健檢 你全身的心電圖 還有這個超音波 全身的超音波 去照你的肺 你的心臟 你的心血管 你的頸動脈 你的全身的血管 有沒有 有沒有自癌的風險 不要傻傻的過 有問題了 檢討一下自己的飲食 起居 是不是健康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當然 有所為 有人就有所不為 有人就是認為說 啊靠你娘咧 檢查咧 我都不想面對 你不想面對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隨時可以死 蛤對喲 沒有啦 為了吸吸的就好啊 有的人真的很豪邁 聊天室裡面就是有這種人 館長他媽的戒煙 先點根煙壓壓驚 我以前看到人家在說戒煙 那麽 看你娘 吃歹了 啊 該你娘吃歹啦 吸吸也好啊 看 我也會這樣想 可是 可是真的你 欸謝謝董內 謝謝 真的你健康報告一出來 你看一看 你想一想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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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叫做啥 聊天室裡面講得很好 氣氣嘛 沒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幹你娘我沒這麼衰啦 錢賣 這麼多人在吃婚 這麼多人在喝酒 嗯 啊幹你娘咧 啊你要整天醫 你就會想一個更糟糕的人 人都是這樣 你就會想一個 比如講說 你有糖尿病前期 你就會想到 啊那個三菇啊 那個七嬸啊 他糖尿病還打胰島素啊 還不是這樣吃 還甜點不是這樣喝 還不是活到六七十歲 是不是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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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面就出來了 所以你就 你就這個畫面壓在前面吧 所以你就繼續吃 繼續喝 人就是這樣啦 人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再來不然就是說 抽菸開始 哭哭哭哭 哭哭 唉唷 那個誰是要白啊 阿東白啊 唉唷阿 唉唷阿 九十歲阿 不是阿 看他阿咧 樓空空阿 又阿咧 睡阿咧 喔 也就外條的阿 是不是 了 我是不知 阿咧 我們鞭拚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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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的 六八九十歲阿 對不對 阿咧 怎麼出 주는也好像 看他那 沒有食 museum 沒有食衣 船 你米其咩茶 吃屎的你就也沒看到 你都看著爛不是的 你米淚 它ox loose 一百的 你米 authentication 三 Höaged 九十千人食了 你米淚 姑妳搞得看到那三個 妳不要看到 我們那... 跟著刺的刺起來 不免紀妙啊 你怎麼會這樣想 吃一瓶酒有沒有人說啊 哎呦 我們那個誰那個誰有沒有朋友那都六十歲啊 哎呦喂啊 每天啊 聽啊 他們家的人說啊 沒有你們兩支高粱的沒辦法睡啊 那都丟了 那都丟了 跟你們娘那都... 吃一瓶的 酒精中毒啊 你娘你當作他很厭倫啊 哈 嘿 齁 六十歲啊 一次兩兩支還要睡啊 哎 你娘吃一瓶 你當作吃幸福 哎呦喂啊 你當作這樣得到的 哎呦 還要喝兩支還要睡 吃一瓶的他要死了啦 有多少都丟起來 沒那麼六十歲就死了 你怎麼沒看啊 不是啦 就是說 有一天你去檢查報告的時候 醫生他也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也是不會很緊張 他為什麼要緊張呢 bro 他每天不知道診斷 多少要死的人了 你知道嗎 醫生他就是 這樣說好了啦 你的車 你買一台新車 你去保養廠 你車壞掉了 你也很緊張 哎呦師傅 這個是新車呢 怎麼會這樣這樣 保養廠的師傅是不是一副就是 喔 那個那個壞了 那個壞了啊 他是不是一副很冷血 每天修那麼多車 一樣 醫生一樣嘛 當也許去當個醫生 哎呦喂啊 第一次檢查到肺癌 檢查到 喔 什麼癌症 他在那邊哭 醫生也是覺得 哎呦喂啊 怎麼這麼艱苦 哎呦齁齁 剛開始畢業的小否子 哎呦喂啊 真的很抱歉 很遺憾 你只剩三個月的壽命 你哭他也哭 跟你在裡面大哭一場 感同身受嘛 醫者護母心嘛 第10個的時候 第100個的時候他還哭嗎 他的淚腺早就哭乾了 哎呦你癌症喔 哎那個 中度概化喔 啊再這樣不戒菸的話 就可能會心肌梗塞喔 啊你那個 痰化血色素多少 再下去可能要打一倒數 再不行的話可能會 眼睛瞎掉喔 要洗腎喔 肝臟可能會肝癌喔 什麼的喔 就是很冷靜跟你講啊 啊建議你 吃健康一點 要運動 不要抽菸了啦 他就走了嘛 是不是 你吵一龍 不會很嚴重啊 醫生也沒有感覺怎麼樣啊 要急嗎 廢話 廢話 是不是 你想像嗎 你要等到那時候 你去做體檢報告 或者說 媽殼出一坨血 或是覺得 這裡怎麼呼吸不過來 怎麼他媽的我爬 一樓爬到二樓 我覺得 心臟一直跳跳到痛 去檢查 那時候才說 先生 你那個那個 哪裡壞掉 哪裡壞掉了 那時候你才 你只剩 你這個可能要開刀喔 開刀也不一定完全好 你到那時候你才會覺得說 喔 早知道 沒有早知道啊 所以我認為現在 我認為現在 謝謝三文魚的頭內 謝謝 我認為現在夠了啦 我就說嘛 我去做體檢 我看的東西看一看 差不多了啦 該改了啦 不是說我們還年輕 有沒有本錢 沒有 40歲了有什麼本錢 是不是 又不是他媽的勒 要做有時光機可以做 還是說有什麼 靈魂出敲 40歲了 沒有什麼選擇了 你就只有選擇 什麼 要你就去死 講難聽你就這樣 對 醫生都不會跟你講的話 真的 我也老實跟你講 很難聽的話 要你就去死啦 最怕是死不成在那邊拖 拖累全家 你想一下 拖累全家 哎呀多可怕 要死死不去 躺在床上 哎呀一個月他媽的咧 要請看護 哎呀要怎麼樣 住病房一個月七八萬十萬 家裡人為了你 然後久病無孝子 然後蓋你娘咧 你家裡恨不得你去死 這很正常啊 喔 家裡本來房子什麼都為了你賣掉了 恨不得你去死 又不能講 那樣 你要成為那一個人啊 啊 然後再來說 我對不起你 躺在病床上 跟妳媽 妳東西搶爛 我對不起 讓我死好了 我早知道了啦啦啦啦 讓我死好了 法律你也不能死啊 幹你娘 你要飛去瑞士才可以死 咧 說那麼多啊 說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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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分給點了 酒給停了 店的東西還要死了 真卡下啦 幹你娘咧 還要不要運動 喔 喔 啊 幹你娘咧 哇 怎麼說讚咧 咧 說讚咧 我今天二十歲 三十歲 你不會身體動用 喔 講國語 我今天如果二十歲三十歲啦 我以前的阿館啦 能打能練 臭你媽的能跑能跳 能手敢 很會敢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你在說阿小 你在說阿小 你娘咧 媽的 後面 後面不知道世界末日 唉 幹你娘咧 死了 聽館長在抓小 館長在放屁啊 臭你媽的 來 酒繼續你 母子跳下去 吼吼 夭壽 分還給我點了 唉 我買兩包我吃吃 你不是這樣說 我也是這樣啊 人家說出人家說不一樣 我聽館長在看你娘咧 死了 鹹酥雞跟那個 珍珠奶茶 你把我賣 你把我賣 付片打起雞的 塞你娘咧 借借你媽個雞巴啦館長 借你娘啦 我有你那麼倒楣嗎 我有你那麼倒楣嗎 趁你媽的咧 借借雞巴啊 借你娘雞巴 我幫你媽 我媽的咧 在那邊借借借 死了沒 我還在這邊我死了沒 我還不是喝 我就是愛喝甜的怎麼樣 我愛喝酒怎樣 我死了嗎 死你媽雞巴啊 你全家死光我也不會死啦 我就是這樣 我不喝就睡不著嘛 怎樣 我沒有說什麼啊 你就繼續嘛 我又沒有說 是不是 你就喝嘛 你就抽嘛 我尊重嘛 但是如果你質疑我 那我跟你講 我做得到 我就是在做 為了什麼 為了以上述講的這些 要死一天去死就好了 不要拖累家裡 人家說久病 無效阻 生病沒有關係 館長有錢嘛 是不是 我不會 我不會 可是還會同情 對不對 哎唷呀 出一個癌症T恤之類的 哎唷呀 是不是 心肌梗塞T恤 哎呀大豬 大家一人買一件幫幫阿館 Rotorias 是不是 死了之後東西還漲價 館長趕快去死 我的AFT才值錢 快死啊 臭你媽的 館長 簽名冒才值錢嘛 館長快去死啊 是不是 我要吃那麼多藥幹什麼 啊你吃那麼多保養品 啊你又在用不好的東西在跟他抗 我希望是未來可以回到20歲的時候啦 那個肺活量 喔那個身體健康狀況 至於說肌肉 要不要大要不要小 隨便的啦 力量 我還是會練 啊力量隨著年紀一定會越來越那個了嘛 你娘勒 不然現在奧運冠軍我跟你講都100歲的 都不是那種年輕人十幾八歲的 我們再歡迎這一次的 奧運其中冠軍 非常非常 奧運國手 啊高齡120歲 陳志浩先生 那我出來撞撞到一個 他已經練了他媽將近100多年啦 15歲練到現在 練了105年的肌肉 全身那媽跟米其林一樣 如果人是這樣設計的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嘛就不是這樣子嘛 就是越勞越鬥牛的辦法啊 啊你在那邊 只能說 人家說好漢不提當年勇 是因為 以前沒有影片嘛 現在我有影片了嘛 有人說 bro 你自己上去看 bro 喔 好不好 好不好 喔 啊啊那麼多影片自己去看 我就不再贅述了啦 欸 就去看嘛 你就不要吃啊 甜食你就說都不吃甜的就好了啊 你說做得到就做得到 你是怎麼戒的 就我跟你講不用戒 糖 醃這種東西當然戒掉就戒掉 酒這種東西我剛開始講 酒這種東西 甜食這種東西 我沒有叫你戒 喔 就不要常喝 不要常吃 比如講說 健身人也有happy day啊 健身人也不是都 你以為健身人都吃很健康 他也是一個禮拜或是10天 找個兩天 他愛吃炸的就吃炸的 愛吃甜的就來一下 沒關係 但是在他的 在他的 身體的調節來說 他不是經常性的嘛 他可能當天高血糖就一天嘛 身體可以負擔嘛 酒精也是嘛 他不是每天喝啊 他可能一個禮拜就是我放假我喝個一天 一到六都正常 一到五都很正常 我都 我都還喝個兩天 禮拜六瘋狂一下 禮拜天 就宿醉嘛 禮拜一上班嘛 有的人就是這樣啊 我現在聊天裡面有的人 比較規律的啦 我禮拜六我就是要出去跟朋友吃吃喝喝 喝醉的沒關係 可是平常上班不行啊 快幾點睡覺幾點睡覺啊 明天還有事啊 很多人就是這樣 因為要上班啊 所以聊天室裡面很多 就是上班 讓你長壽了嘛 有事做讓你長壽的嘛 所以為什麼有人退休很快就死了 就是這樣子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就有人一退休 就死掉了 因為 一退休就沒有約束力了嘛 你就死掉啦 八 老子先喝三個月的酒 身體又越喝越差 所以為什麼有人怕退休 有人怕自己不要讓自己閒下來 我再怎麼樣我都要去工作 其實不是怕辛苦啊 是怕死掉啊 你看很多那種退休人士為什麼 他還願意 薪水少一點沒關係 就開個計程車 去大龍那邊 去 騎摩托車送個外送 不是他缺錢耶 是他真的不要讓自己 為什麼有的家庭主婦不缺錢 他就寧願去 打工做做一點事情 不是缺錢耶 是怕自己健康不好 怕自己 生活不正常 真的耶那個會很快就死了耶 是不是 啊如果說 你一直保持在 這種工作上 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要幹什麼 你就不會有閒嘛 啊不會閒 你就不會去有壞習慣 你就說不行我得要做直播 啊我得要訓練我自己 我得要開會喔 我得要幹什麼 啊好一天過完了喔 又到睡覺時間了 不睡覺 明天還要上班耶 是不是這樣 明天還要上班 不睡覺的話 就睡覺 啊 可能早上起 又是新的一天 就是這樣子嘛 所謂健康就是這麼一回事嘛 所以不是說 你 館長說不要吃甜的 你就把甜的打入18層地獄 老實說我那天吃一個蛋糕 稍微很爽啦 大概就那天喔 久久我也會說 叫廚師弄一個什麼好吃的 炸的 或是那天去買一個披薩 久久來個披薩 OK啊 不是醉啊 但是你每天吃 經常性吃 那就不對了嘛 就像我現在 我現在 我不是說 我想這個不是叫你們各位 因為我有糖糖病前期的關係 我不是叫你各位做我的 一樣的事情 我在那邊再講 像我現在我控管我自己 我就是做 一天 一天我得要喝 我得要吃兩顆水煮蛋 一杯蔬菜汁就沒了 就要到 18個小時之後 中間還會穿插一次訓練 然後再一次正餐 我都是這樣子 那 如果你要吃 一定要吃 那你就把它歸待一餐正餐 像我們那天就是 我好久沒吃披薩了 我好想吃披薩 差不多三天前 我就去買了一塊披薩 我就放在正餐的時候吃 吃完了 OK 好 我就不吃 就一樣18個小時 然後一樣去量血糖 血糖一樣很平穩 為什麼 因為你的胰島素敏感 你的沒有煮抗 為什麼 因為你平常是沒有 在糟纏你的身體 所以偶爾一個高血糖 或是一個高碳飲食的時候 他很快速的就幫你把血糖抑制下來 你的身體已經轉化成正常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他已經幫你變成正常的身體 但是如果你 一直不斷的又來了 什麼雞巴勒 說要喝就要喝啦 說要吃就要吃啦 一天進食了個五六次 加個飲料一天讓你移島素 啟動了十幾次 那 一定壞掉嘛 你們真的不要面對 不要怕面對現實啦 聊天室裡面的各位 館長真的跟各位講去買台血糖機啦 所有的 賣西藥房裡面都有賣血糖機 不分任何品牌啦 只要他敢推的不用買太貴啦 喔 你就去買 你就測測看 空腹八小時起來 餐後兩個小時 然後你再看網路上面 他有數值 正常血糖值 空腹血糖值 餐後血糖值 我跟各位講 你真的要聽館長的話 量量看 搞不好你會感謝阿館 你會感謝館長 真的是這樣子 你愛喝酒 尤其愛喝酒的人 你酒喝下去 你兩個小時之後給他量下去 你會怕 你會怕啦 你看那個血糖素質 你會怕啦 不要說我說啦 你自己會怕啦 然後你再看正常人指標是到多少 為什麼會這麼高 你自己去看 喔搞不好 你就是因為這樣 你就整個人 就幸福快樂的起來 真的跟你講去買台血糖機 不要阿館嘴巴講 你去買台血糖機 去看一下糖尿病前期 多少就糖尿病前期了 我跟保證聊天室裡面一定非常多人 糖尿病前期不知道 你飯後兩個小時 你還130 140 就是糖尿病前期 你去看 我保證 年紀超過30歲 你常常在大吃大喝的人 飯後兩個小時量下去 你就量 130 140 130 140 切湯 就是前期了 你自己去看 去買一台來 前期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已經生病了 你已經生病了 對 我一斷燭了 我現在是沒有了